大家好 欢迎收看扑木为货 解说三国杀 今天我们先看一句忠诚 这是一个八号位的忠诚 主公选择了我们的大胖子 董太师 董卓 九血大魔王 是一个比较防速推的主公 但是他的弱点就在于非常的宠类 在后期完全没有能力 我们看我们的佐持化身非常给力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个血淋淋的袁绍 作为我们的化身 袁绍作为佐持的化身 那比袁绍自己这个武将还要变态的多 因为袁绍这个名武将亮出来 大家都知道房子里的乱鸡 但是作为佐持的化身 我们把他猥琐的藏起来 在合适的时候一旦抽出来 那就是一个 所有人都是一个灰飞湮灭的状况 我们看二号位的贾许 跳了个忠诚 这个跳的就非常的可怕 我们心里是为他暗暗的担心 大家可以看到 董卓作为一个不招打的 一个酒血防水推的主公 一个三血小脆皮终成跳出来了 会有什么后果 大家闭着眼睛都得想到 肯定是被后面的反贼一顿猛干 这时候我们张飞也挂出一个武器 但是张飞没有动 个人欺向于他有点偏中类 毕竟他 贾许已经被搞成这个样 如果是反的话 没必要把杀囤起来 好 这个泰石 在这个时候放个蓝蛮入侵 是非常偏中的行为 这个蓝蛮入侵显然 对贾许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对主公不通不雅 但是反贼呢 明显这个郭家不是很怕 元素的话 那个掉一点血 也不是很大 然后这个默默身份不明 然后这个泰石 搞了我们家默默对他提到打无限 在默默的眼里 这个泰石肯定不是好人 是吧 刚才放了个蓝蛮入侵 所以默默很有可能是反贼 是吧 好 这个泰石他拼的又是找的郭家 但是他杀的是忠诚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 这个泰石实际上跳的是个反贼 可以看出 在我们眼里 我们知道反贼内讧了 但是在别人眼里 不一定 因为我们并没有跳身份 大家看我的视频看多了 这明显后面的剧情都不用想 就知道了 我们肯定不会老老实实的跳忠诚 绝不会像贾许 这样做是吧 你看我们现在 为所的把这个孟霍的 加一把给扒过来 因为在别人眼里孟霍 是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的身份了 然后那个孟霍号称 骂了一句 叫我们给他来武器 然后我们砍了主攻一刀 那个跳了一个反贼 好 大家明白这个剧情明显 我们看到郭家跳的是反贼 对吧 我们又有袁绍的化身 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说是 我们的这个司马昭之心 昭然落阶 肯定是要 是要那个待会儿要找这个郭家的麻烦 好 我们加许居然没有先发动乱舞 让郭家流失一点体力 然后再砍一刀 是吧 这个搞得郭家又天的 摸了两张牌 加许就不敢乱舞了 然后这个郭家运气非常好 天度直接裸摸一桃 是吧 这个闪电给他带了极大的便利 看样子 这个加许 这货已经活不了了 是吧 那你就去吧 你反正你不死在反贼手里 待会儿也要被我们乱鸡搞死了 好 这时候元素借张飞的刀砍加许 张飞又杀又射马 这个张飞也挑的烦 那反正我们知道 这今天是有个内奸的 是吧 我们先先给他标个板 看他刚才这个借刀动作 挑的是个反贼 好 然后这一下子 这加许肯定是死定了吧 这么多火力打下去 你加许还不死 主公看来还有桃子 我们希望主公别救了 是吧 待会儿你多留点桃 挡着我们的乱鸡 可惜主公又救了一个桃子 还好 主公是溜血 毕竟董卓主公是 经得起我们这种反跳身份的 是吧 我们知道他的身材 毕竟非常的魁梧 但是受得了一定的 我们的伤害的 好 我们看张飞把身份跳过来 我们知道他应该是个内奸 是吧 好 这时候我梦获直接托管 不知道为什么 你托管托管的好 托管的妙 我只能说你托管的呱呱叫 是吧 这样就更加给我们模糊身份 制造了便利 我们待会儿肯定会把国家 给骗得团团转 不过待会儿我们考虑 有个暴略的问题 是吧 我们待会儿乱急起来 肯定是不敢给董卓暴略的 好 我们一边可以骗国家 而且一边可以把太史的人头 给收过来 是吧 好 果然 一波乱急 董卓掉血 我们是不给他暴略的 是吧 毕竟要做演戏演全套 是吧 我们要给董卓暴略了 国家还会塞牌吗 肯定不会了 是吧 好 国家给了两牌 这时候元素掉血 我们为了把这个戏 给演得像一点 我们直接给元素拍暴略 是吧 即使给元素回了一点血 无所谓 我们毕竟要继续放下去 好 国家表示董卓血太多 放不死 是吧 但是我们 我们暂时不理他 是吧 我们就希望放不死 我们只 然后这时候 好 我们再次感谢这个梦获 这个梦获说 烧了太子石 董卓就死了 是吧 我们就是要反对方 有这个想法 好 那这样的话 国家会继续来 来配合我们 是吧 好 果然 国家又给我们塞了两个牌 好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戏演全套 我们又给元素 判了个暴略 元素竟然又判了个黑桃 是吧 我们心里还是很郁闷的 这元素的运气有点好 是吧 我们本来这黑桃只有四分之一的机率 我们给他判暴略就是打个幌子 是吧 结果他还连续出两个黑桃 是吧 好 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能把这个人头给浪给我们 不过国家他谨慎了一下 没有 他没有 没有把人头给浪给浪给我们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开始 已经开始给董卓判暴略了 我们已经把身份给跳过来了 是吧 就是说我们炮略给董卓判暴略的时候 也非常给力啊 给让这个董卓连续的回回血 是吧 好 但是这时候我们又 我们又没有 没有那个判这个暴略啊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这个 之前已经把这个身份给暴露了 是吧 这时候国家知道 已经 已经 too late了 那个 他们现在反正开始互相的撕了 是吧 互相撕 这个没办法 谁 谁让你们那个 亲信了 我们这个 这个由元少化身的佐石 是吧 当然我们这个演技 可以 是可以拉奥斯卡奖的 我们刚才是个 不但不给主公判暴略 还给元素 给反贼判暴略 是吧 这个可以说是 演戏已经演到了全套 现在 我们这个对主公的暴略 也开始给力了 我们这一判 又是一黑桃 主公又 又扫掉一滴血 好 这时候我们还可以 最后射一次 刚才这个打元素 又把主公加了一滴血 所以让我们又可以 安心的再射出第二发 好 这时候主公四张牌 随便有一张杀 这个元素就拜拜了 这个主公还非常凶狠的 一个 一个九杀 朝元素 抬过去 我说了一句 这个剧情变化太快了 是吧 那个确实在 一下地狱 一下天堂 是吧 在我们连续 这个给元素判暴略 要收反贼代飞的时候 主公估计 已经心无死灰 结果在反贼倒下之后 我们突然开始 给主公判暴略 然后又 又连续收了国家 然后最后发现 一直酱油的梦获 才是真正的 那个第四个反贼的时候 主公感觉到 哎呦 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开局录像 我们再 接下来再看第二局 第二局是必人打的 一个八号位的内奸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ID就是我自己 好 我们在 出在八号位 主公选择了小霸王孙策 哎呀 我当时看到这个 这水洋框直接下料了 赶紧用幻象卡 哎 这时候幻象 看见了我们的陆美 陆美人 这时候场上还有元素 是吧 在孙策元素 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的连营的几率 是大大的增加的 好 我们的那个二号位 跳了一个名反 跳出来 这对我们内奸来说 是很不错的 今天这个杀这个郭佳一刀 不跳任何身份 因为竟然有藤甲 他又开了一个蓝蛮入侵 这有点偏忠的那个动作 是吧 好 但是毕竟这个反贼 是有个藤甲的 所以也不一定 就是忠诚啊 他反正就开了个蓝蛮 然后我们的郭佳 是跳了一个反贼 挂住了帐巴 卡了一下孙策 但是 所以我们知道 这是孙策主 实际上我们先 最好别给郭佳标 是吧 毕竟他把这个主护 打了两血 是啥意思 后面是忠诚 随便补一刀觉醒了 是吧 好 就是说元素 不管怎么说元素 他肯定跳了重神 他又放了个讨厌结尹 可能怕后面是两年反 是吧 因为在元素眼里 这个反贼并没有跳多少 好 但是我们徐佑也跳了个重神 然后在我们眼里 就明白了 这个郭佳和这个孙策 还有包括这个贾雪 都是真正的反贼 好 这时候呢 我们肯定是反贼 这个除了一个反贼 其他三个反都健康 是吧 这个我们肯定是跳中的 给了孙策一个雷杀 希望他对孙策枪 造成一下伤害 好 结果没发现 这个郭佳就直接脱管了 因为孙策开始喷了 是吧 这时候没办法 这时候网上 这种喷子是非常多的 孙策看上这个郭佳 不知道是什么想法 可能觉得他杀郭佳 一刀郭佳没有给孙策枪卖牌 然后又不高兴了 就直接开始骂 这个郭佳也直接 你骂我 直接一个智能脱管 我们离开了 本局游戏根本无关 是吧 这时候贾雪表示 叫瞬间还是一起愉快的游戏 我们这时候看元素很搞笑 他明明九杀贾雪 他跑去把这个 巡游这个距离给示范 然后这个巡游喂了 让这个锦狼对贾雪有效 直接把这个蓝湾路心 跟着这个红牌一开了 所以贾雪也要为这个 外界买单的 是吧 贾雪刚才九杀都没有闪 这个就肯定没有闪 直接就离开了 这下子我们这个 就像刚才说的 这个情节还转变得挺快的 这一下子搞得我们 进入烈士了 这时候我们不得已 开始发动我们的联营 这个自罢联营技能 可惜不给力 这个卡了一张伞 我只好下次再说 好 这个瞬间他没有放弃 可惜这个元素 又有一个人王盾 瞬间好不容易掏出一个古铃刀 所以去面对了这个人王盾 开蓝长弹 好 这个智能托管的 这个武将是可以发动技能 刚才可以看到 他发动了这个遗迹的 但是他面对了人王盾 只能击两个黑砂过 这是毫无办法 是吧 好 这时候这个巡游 继续开了个蓝湾东西 想收瞬间不知道能不能收到 好瞬间没给他收 漂亮 又打了终身一滴血 我们是卖血流 是吧 你看我们就直接裸摸一套 这么跑就用不去了 这个伞就给这个孙策 是吧 给主攻 那个多一张牌 对我们来说无所谓 好 你发动这个 只要我们直接弃牌 继续练营 哎呦 这个可惜又是个伞 我们只能含泪 给这个元素了 我们实际上是不想这么做的 然后又来了一个 这个铁锁 这一把 过牌量还是挺大的 可惜最后还是卡了一个 这个火杀 是吧 可惜这个诸葛连鲁不是我们的 我们当时看这个诸葛连鲁 口水是流了一滴 好在这个孙策断杀了 是吧 我们瞬间又一血又活了一轮 但是他能不能活过 这个元素跟巡忧 那就是堪忧了 是吧 哎呦 这个可惜这个铁锁 还连到我们身上了 哎 这个元素居然也断杀了 这么多牌的元素断杀 然后我们看这个巡忧 巡忧直接不动 那好 那我们一个九杀 然后这个巡忧给拍过去 是吧 包括我们自己啊 也吊血了 这个不管 我们待会是要收一把牌的 是吧 这个孙签死掉 这个郭家也要死掉 好 我们就来了一桃子 又来了一火攻 看能不能将这个 呦 可惜被无限了 好 那这样 这样的话 我们再继续用K点 是吧 然后那个 我们留一张蓝牌 一个九 一个K点的九 是吧 这个是由这下一次练一 是吧 我们这次明显已经练不起来了 这个九和这个 刚才那个伞子都是卡了的 是吧 我们肯定不会送这个 有冠世斧的主攻 一个九的是吧 好 此时候这个许优开了个桃子 开了好 我们来一张杀 又来了一个桃子 漂亮 这一个九杀下去 直接打他下料了 连那个治愚都不敢发动 是吧 怕那个我们卡连营的牌 给弄出去了 那我们告的理 我们是一个K点的蓝牌路心 是吧 然后我们再用 在两边自霸 把我们的那个走牌给用去 哎呦 这时候又来了一个 必较车 漂亮 我们直接给这个元素挂上 就是没有距离 待会是 只能直接摸这个 替这个两排过的是吧 这两个九杀只能可惜的气过 我们这要卡连营了 这两张牌是肯定 不能自霸给主攻的 好 你打我们一张牌 打一滴滴血 正好是吧 我们是卖血流 好 这时候那个被主攻灌食了 一血 但是我们还有一桃子 是吧 好 这时候元素悲剧的 哎呦 这时候我们干脆 直接火攻自己拉倒 是吧 直接火攻自己连营 加代飞这个元素 跟主攻进了单挑 是吧 好 然后再继续连营 然后这个直接就杀过去了 哎呦 可惜又卡了一个九点的那个杀 只要再自霸出去 又来一个武器 看能不能再摸一张牌 哎呀 可惜卡了 好 但是看这个主攻一个英魂 我们怎么能连起来 哎呦 这个不好 死掉了 这个直接就死掉了 比如说 你怎么发一个这个输的录像 这个是有大家建议 比如说上一期的那个剑马超 跟孙哲 结果生死相补 很多人看的一点都不刺激 是吧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主视角光环 虽然那个刚才 那个我那个上期录像 剑马超命悬一线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不会死的是吧 因为我只发赢的录像 哎 这回我告诉你 不一定 是吧 这把我们就是一个路神 这个最后隐恨的录像 但是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把可以说是衰败犹龙 是吧 这反贼莫名其妙的 就开始内讧 那个相当于给主攻方 送了一份大礼 然后我们在1v3的不利情况下 依然打进了单挑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单挑分 就已经非常丰厚了 已经是超过主攻方的胜利的得分了 是吧 所以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 我们路神 发挥了自己的连赢的特技 依然达到一个很不错的结果 所以说从这期之后 我们的主视角是没有主角光环的 可能赢也可能输 所以大家在看到 这个比较焦灼的比赛之后 大家就不要轻易的猜测 是主视角是必胜的 是吧 我告诉你 没有这回事 从现在开始 主视角也是可以输的 好 大家记住这点 我们再看第三局 第三局这回是一个反贼 这个主攻选择了孙权 孙翠翠 我们已经 这个孙权主攻 因为以前是主流 所以现在依然还是有很多人选的 但是他现在的人气已经远不敌 潮丕和孙侧了 还有包括还有一众非主流了 是吧 毕竟这个孙权 他的特点太鲜明了 在他是这个主攻下面 大家知道这个 这个什么装身份 这个事情就很少见了 是吧 你没必要装 因为那个反贼肯定是一股脑 朝着这个孙权打去 把孙权打得那个残层狗一样 然后忠诚肯定就是拼命的 那个跟反贼那个互相对k 是吧 然后那个内奸 在反贼可能死一两个之后 如果忠诚比较 忠诚一般都是比主攻健康的 如果反贼死了之后 所以内奸那时候肯定就开始杀反了 所以那时候开始杀中了 开始号称控场杀中 所以这种情况下 孙权是很难打的 实际上你好不容易 那个忠诚咬了牙 他把一个反拼死了 只能换来内奸的那个激活 是吧 所以说孙权主攻 这个有点艰难 我们再看这局这个虞帆 跳了一个钟 这个华拓被乐 是没有跳身份 诸葛克同样也没有跳身份 刘表了 上来第一轮无脑自首 也不知道身份 好 就说作为一个反贼孙权 就完开了一个蓝蛮 这个对这个贾许没有伤害 他可能认为这个贾许是反 是吧 我们干脆压一下主攻的血 开个蓝蛮 但是很不幸 我们这贾许跳了个忠诚 还把孙权给连起来了 他没有开这个乱舞 他看来这样的话 孙权说不定还能觉醒 是吧 因为在贾许的回合内 这个华拓不能急救 但是如果在别人的回合内 这个剑华拓是可以急救 这个孙权 好 这时候剑华拓一个大裁肩 跳了一个反贼 好 那我们看来还有一个中反 就不明了 这个祝侯克其实没有对这个华拓 发动毒武 所以他是有点像反贼的 好吧 看来这个刘表就应该是忠诚 这时候余帆看来在包养 这个孙权是非常爽的 我们看这个 咦 这个华拓居然救了刘表一发 这个有点赌得大 刚才祝侯克是没有赌无理 他可能觉得祝侯克刚才没有赌 可能是个内奸 那也有可能 刘表有可能就是个反贼了 咱们先步标一下身份 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好 看这个华拓赌对了没有 好 我们看这个孙侧 这个继续低调没动 看这个甲曲会不会想办法秒 这个甲曲直接开了 那我们干脆 为了救华拓幸亏我们手上有一张杀 杀这个腾甲是不掉 那个不掉伤害的 然后这个祝侯克看来 他是用个普杀 那个杀的是华拓 然后我们又给了华拓一张5牌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刘表直接掉 他5张牌不可能没有杀 所以我觉得刘表很像是忠诚 祝侯克很像是反臣 看是不是这么一个结果 好 我们这看果然 刘表对孙侧打出了反无线 刘表果然跳了个忠诚 这个华拓可以说是班石砸脚 这个非常的悲剧 哎好在这个祝侯克比较给力啊 这个直接 他需要把这个武器给堵出去吧 看他手上两个还很不错呀 是吧 因为你没有这个武器 下一次你就没法再对这个鱼帆造成什么伤害了 还有这个鱼帆这个五股是开得非常的滑来 是吧 后面连着两个 连着三个都是忠诚 祖宗先选 然后反正一般都在后面选 好 我这个祝侯克这个还是很给力的啊 这个这个奥才一下又来了一个伞 好 这时候刘表已经不自首了 然后你把这个伞电给顺过来啊 他觉得这个祖宗方是进入了优势了 直接就把这个伞电给拿掉了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祖宗方并没有出现优势啊 即使这个 这个孙侧在这个华拓有一张牌的情况下 不一定死得了 是吧 待会孙侧觉醒 如果贾许 那个那个 被孙侧搞到桃子 如果贾许没有完杀孙侧的话 祖宗方是没有优势的 毕竟这个刘表已经成一血了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孙侧果然啊 这这把觉醒 那个非常漂亮 给那个戒华拓回外补牢 又拆了戒华拓的乐 咦 这个乐不尸主 何必气掉 你看个牌不好吗 是吧 好 这时候贾许看样子断杀 连九都气掉了 是吧 好 那我们这个这个这个 不杀贾许啊 我们可能怕杀到内奸 是吧 干脆跟孙侧刷牌 我们觉得这个戒华拓 不可能一张红牌没有 是吧 还不如就跟孙侧刷牌 可惜孙侧散啊 我们本来是觉得 孙侧不要散是最好的 是吧 让这个戒华拓用这个红牌 救他 你可以手上多存一张牌 哎 这个戒华拓非常给力啊 来了一个朱血雨扇 这一扇子啊 将那个余帆 哎呦 要散飞的时候 甲雪也掏出一个桃子来了 哎呀 这看来还没有这么顺利啊 哎呀 这个祖宗客 看看断了武器没有啊 看样子断了武器了 这个余帆又要存活一种了 余帆如果手上又摸了什么好牌的话 他是可以 哎呦 这个九杂杀种 但是明显死不了啊 这个华拓是有名的红牌的 然后这个余帆 看样子 哎呦 他看来先保主攻 其实祖宫四血 我觉得他可以先保保自己啊 他可能不知道 这会是一个武器啊 是吧 他万一觉得这个 他是 万一这个不是武器的话 给自己多摸一张牌 说明没啥意义 还不如让主攻多摸一张牌 哎呦 这个漂亮了 哎呦 这个武器还给了给出了效果来了啊 这个孙圈 这一个啊 一个这个铁锁杀这个华拓 如果手上只有一张唯一的红牌 他就不会救祖克克 他肯定是救他自己的 这下子这个 反对方还是真进入烈士了 这下子只能死亡内奸帮忙了 不过也 不过好在啊 这个 这个两个钟都是残血 是吧 如果内奸愿意帮忙的话 内奸是可以看到 马上就会进 顺利的进入残局了的 好 这时候我们开始打假雪了啊 这个谁叫这个假雪 这个意思刚才还掏出一个桃子救鱼帆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刘最像类的 应该是这个刘表了 好 这个我们华拓开始控这个武器 是吧 你控了武器之后 这个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然后这个孙圈还来了一个家里马 好 然后华拓其实他自己是挺安全的 是啊 他这个控武器主要是为了保这个孙圈 哎呀 这个鱼帆这个恢复能力还是挺挺刚的 这一下子就把这个恢复过来了 呦 这个刘表看样子不像是累啊 这个时候还在拼命的打反折 还要还要把捆绑起来一起 两个板子一起搞啊 这下子看来这个确实不像累啊 好 我们看一下内奸在这里 这个贾女这个又救中又救反 是吧 又救了孙策一票 这参见华拓就飞了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进入一个3v3 但是这是明显一个烈士3v3 孙圈非常的健康 还是有白雪一个装备四排啊 待会还有余帆的包养 然后这忠诚虽然这个刘表是一雪 但是又有家里马又有人花盾是吧 这个余帆又是个两雪 所以这个内奸想控场还没卡着 说明想控都控不了 哎呦 这漂亮 哎呦 这个刘表居然这么多牌 这么多防御就是没杀 哎呦 这加起这一个难门 这样这样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惊喜啊 这个惊喜相当好的干掉这个刘表 然后我们看这个余帆 啊 故意是包养自己啊 还是包养孙权啊 看看 这么学了 哎 肯定是给自己回血 目前这个孙权还不需要这个包养的 好的 这个 呦 这个孙权 孙权你 你不会先自衡找杀再去决斗吧 然后自衡也自衡了一张啊 看他手上都是什么桃子之类的牌 果然这个花朵也猜着 孙权是留了三个桃子 是吧 那个看样子是 那个不想 好 既然你有三个桃子的话 那干脆 这个 哎呦 这个孙权到底什么牌啊 守得自衡啊 这个不可思议啊 这个拉好 那我们孙权 孙权干脆直接一个九杀 带分了鱼帆 那这样的话 反而进入优势了啊 那也不一定 要看这个孙权能活多久了 是吧 好 哎呦 这个孙权 孙权自己无限自己的顺手了 看来这把要妥了啊 我们说不定都 孙权都可以有这么多桃子 他这个孙权如果水钱撑起来 哎 他已经指平了方向 先带走那间拉倒 是吧 然后再 直接2V1 这个对孙权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估计要吃一个桃子 再为孙权留一个桃子啊 好 看这个火宫能不能将家具带飞 好 看家具飞了没 好 这样飞的话 我们还进入2V1了 只要你这个孙权 你没有 没有大爆发啊 呦 他这个B梁没中啊 只要你不大爆发 爆不死这个孙权 可惜孙权这个家具马 我们有点头疼 是吧 只要你爆不死这个孙权啊 我们这个长期这个下来 这个孙权是打兵我们两个的 别看这个孙权 他单挑王 但是在我们有两个人 持续的烧了他 尤其这个孙权 还可以阴魂逼他气牌 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孙权是没法囤起牌来的 他是没法那个慢慢养人的 他又没有 没有防具 所以说这个单挑王 现在是发挥 不出威力来的 何况这个觉醒色 还是相当的给力 哎呦 是我们的牌 好 看来这把这个主持角挺住了 直接一个 一个决斗 一个杀 那个将孙权代杯 所以这一把 其实还是有悬炼的 这个还是跌宕起伏 这个胜副手 转换了好多次的 但是主持角依然有着光环 那个胜利了 好 我们最后看看 其他差21分钟 是吧 我们在有时间 我们再看一把 这把我们换成一个 远位的忠诚 这个主攻 我们看看 我们这回是一个 六毫位的一个忠诚 主攻选择刘备 哎呦 我们这个三个雪山荒 那个将都怎么样 我们就直接选了一个菜刀 服完 这位远位的菜刀 这个将选出来 有点欠打 是吧 大家一看 你太像忠诚了 好 我们这个徐玉 没有跟刘备刷起来 跳的是一个反贼 是吧 刘备想想把牌打这么少 那个想找他补牌 就徐玉直接散过 但是这个刘备虽然牌少 但他的这个装备 非常的给力 是吧 所以这个乐不世主 贴他头上 感觉不痛不痒 好 那我们这个忠诚 也跳了个反贼 哎呦 刘夸云直接挂起神器 诸葛连儒 哎呦 他没有啥忠诚 直接弃牌过了 不知道是什么考虑 看样子 说不定他不是 有可能他不是反 不是忠诚 是吧 这个不想去搞忠慧 好 然后也可能他是忠诚 觉得忠慧 那个是个卖血流 是吧 不管怎么说 我们香香啊 跳了一个钟 我们这时候砍了一下 诸葛亮 那个弃一个闪过 是吧 这个我们砍了一个诸葛亮 实际上已经把忠诚身份 跳起来了 是吧 我们就看这个诸葛亮 刘夕跟赵云 里面哪个是反了 我们诸葛亮 跳了一个反 刘夕跟赵云 里面就有一中一反 哎呦 刘夕是忠诚 直接抱上香香 因为总不被热了 这个诸葛亮很悲剧的 就被打成一血一牌了 那这样看来的话 诸葛亮待会是要求桃子的 是吧 因为我们有一个万剑 有一个杀 我们杀诸葛亮 是可以谋溃他最后一张牌的 是吧 不管你 虽然谋溃触发空城 但是诸葛亮已经成为 我们杀的目标 所以他一定依然 要为我们的杀买单 是吧 如果我们当时谋溃 这个杀没杀 我们还可以补一万剑 空城呢 也要为万剑买单 是吧 所以在我们眼里 这个诸葛亮十有八九 是个死人了 好 我们刘邦云终于把身份跳出来 刚才是蓄势待发 留了一个诸葛列姆 对着香香耍刷刘邦 是吧 我们的火宫看了一下 是个九 那就不客气了 是吧 一个九杀 加魔魁 直接把这个九给扒掉 这样他要求两个桃 大家可以看到 这空城已经触发了 但是他依然要为杀买单 反正有两个桃 肯定是不会用在他身上的 直接将诸葛亮代飞 然后这个刘邦放了一桃岩 这还是不错的 哎呦 这个是借刘备的刀 这个皇家离局之处 直接暴局 可惜这个徐玉 是有杰并忽肩的 虽然打他两滴血 但是徐玉 截了五张牌 是吧 所以在主动方来说的话 也没有那么的赚 好 这时候刘备把这个武器 是给了这个香香 但是在我们眼里 这个香香十有八九 是内奸了 但是在刘备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看的是比香香 还要内奸的 因为香香毕竟是个奶妈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高兴的看到这个香香 要替我们挡刀了 哎 这个漂亮 终会一个灌石九杀 看能不能将香香带飞 刘备也说富人走好 因为香香直接气 气到桃子 已经不想再活了 是吧 因为他知道他即使用这个桃子 救下 这个赵云 只能让这个赵云再给他一刀 他本来也是个内奸 缠成这个样子 不想再玩了 这个属于一个 比较脆弱的一个玩家 好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三维三 我们是不怕的是吧 因为汉县帝跟刘备的这个配合 大家是知道 非常的犀利 这个刘备毕竟是黄叔 黄叔碰见这个县帝 这两个人 一加一 远远大于二 应该是可以达到一加一 大于三的效果 因为他们压根都不用弃牌 而且输出还非常犀利 是吧 好 这时候终会已经丧心病狂了 为了压汉的血线 把这个 逼着这个血液 给他卖血 然后他是可以存五张牌 但是他依然挂了解一码 但是为了提供结密空间 但实际上你结密空间 你挂不挂都是四 是吧 只有一的解密空间 是吧 徐远他截自己 截噪云都是解一 所以说解一码 其实挂不挂并没有多大的好处 好 这时候 秦帝又继续 那个对徐运造成伤害 如果这个徐运一直一血挂的话 迟早要被这个古灵刀 交助人 哎呦 好 我们看到这个老天 站在我们这一边了 直接一个闪电 将徐运带飞 但是我们现在要面对 这两个 非常克制我们的 非常克制我们的反贼 这个中慧 不怕我们这个拆刀 这个赵云就更不怕我们这个拆刀了 何况这个中慧 还是一个三拳两血在手的状况 这时候要击火他下来 还是有压力的 是吧 我们干脆找这个先帝 给我们过过牌 是吧 毕竟怕这个中慧 这一觉醒搞出大动作 是吧 反正我们人数优势 把这个人数优势变成这个牌的优势 是吧 好 我们都看到刘备是7牌启动 看能不能将中慧带飞 哎呦 中慧手上是没有 没有那个桃子了 但是还是有伞 哎呦 这个开样子 没有死成 这样的话 这个刘备把这个五谷交了我们手 真是不错了 中慧之力回来学 哎呦 这样又给赵云补牌了 这一下子刚才的这个优势啊 现在也不一定能有多少优势了 因为我们要死了 是吧 这一个 这个下去 哎呦 好在这个赵云 这个刘备还留了一个桃子给我们 好 看这个五谷 这个五谷是肯定要开的 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太有力了 这一下子赚了两个桃子在手 是吧 好 我们这个又利用这个 这个汉坚帝啊 我们知道他手上是名桃子的 干脆 这个压中慧一滴血 中慧是处在我们的激活之下的 什么 汉坚帝是可以配个刘备起火他 然后刘备是直接 待会九排启动 一蓝可以起火他 是吧 现在中慧只有一排了 是吧 刘备随便把这个牌弄走 就一个杀 就只能指望赵云了 是吧 哎呦 赵云还很给力 这种桃子 你看中慧在没有守牌的时候 他拳技是很弱的 刚才明明摸到桃子 也是不得已 把这个桃子 只能那个老老实的挂在拳上 然后中慧只能给自己排一了 因为他自己比较危险了 哎呦 他的运气还不错 又来了一桃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他居然还有这么多的 这个 还有这个杀 我好在汉坚帝还要一桃子 是吧 好 这时候这个赵云 直接给汉坚 刘备一刀 这个刘备很漂亮的 这个天命 信仰非常足 躲过了这一杀 这下是没躲过 加上这个乐 立马从优势变成烈势 是吧 好在这个汉坚帝 不但躲过了刘备 还白摸了两张牌 可以说是非常的赚 这个刘备 即使拼出了掉血 也是毫无压力是吧 待会马上就把血回起来 所以说我们这个 刘备 加这个先帝的组合 是不拒 这个两个 两到三个对手的 好 这时候中慧又给自己排1 现在中慧是 目前来看 这个中慧是一个 很恐怖的一个武将了 因为他是 每回合摸四张牌 还有一个高的拳数 还不用气 是吧 好 这时候我们主持角 已经倒下了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主持角 是没有光环了 是不但会倒下 甚至连输都有可能 是吧 这时候刘备已经不得已 直接把这个目标搞得 那个介绍云胜了 并且把这个介绍云 最后一张牌给弄掉 还是很必要的 是吧 好 但是 这个介绍云没牌了 这个中慧可以帮他补 是吧 这个目前来说 对方 虽然我们很强 我们这个刘备 加这个刘夕的这个组合 但是敌人依然不落 好 看这个九杀下去 这个肯定是要天命 刘备有白摸两个牌 哎 漂亮 这个刘夕非常的给力 这个手非常的骚 这下子 给这对反贼的士气 是极大的打击 是吧 因为不但刘夕白摸两张牌 躲过来 九杀 是吧 造成了那个反贼方 极大的负收益 而且刘备还白摸两张牌 是吧 好 这样现在就不用说了 刘备一个漂亮的铁锁杀 连续带飞 这个 这两个反 这把主持角 虽然自己阵亡了 但是在墙里 对有刘夕和刘备 这两机友的那个带领相 依然混到了躺营 是吧 那个 当然这个反贼依然不落 所以这一把依然是跌宕起伏 这两个反贼在残局中的威力 大家已经看到了 如果刘夕不是天命 这么给力的话 这个结果肯定是就改写了 这个刘夕两次关键的天命来闪 可以说是流转战局的关键 否则的话 这两个盾反可以随时 最怕就把主攻给耗死了 只要刘夕一倒下 刘备即使暴死一个反 他也是单挑不过另一个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再次强调一下 从今天之后 这个主持角光环 主角光环没有了 大家如果有比较精彩的 即使最后你输了的录像 依然可以发给我 只要打得漂亮 打得精彩 同时可以增加悬链 以后在胶着局的时候 主持角是没有光环的 大家可以压压宝 看看主持角是赢还是输 好 最后谢谢大家